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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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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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有個神人叫盤古, 祂將天地來分, 陽青為天, 陰燭為地, 盤古於其間立地頂天, 入圍雨下, 氣成風, 聖遺淚香, 兩木生光, 神人中有日, 誰死去, 明謀發作, 日月相廢, 四字五體, 城山岳, 熱血流湯, 化作河村, 從此山河, 大地也, 萬古長泉, 萬古長泉, 源至日如 세계山河, 盤古花OSS山, 城山岳, 東西南北定於中, 东岳泰山乃是丰蝉地 帝王登顶寿名于天 西岳华山中有天下陷 南岳行山亦有洞天 北岳太行自古是冰家地 中岳松山进极堪转 五岳群山飞夺柱 由来大地一体相念 孤高自明涂添感叹 圣仪斗转有亿万年 天下陷阳 发闻海上有先山 逢来方丈共迎咒 佛若长生重不可置 飘渺虚无开相求 神流出水善家居住 潮氏滚滚多面浮 此黄大叶他同江山 百水千秋仍未够 同男同女三千重不得逢来 сн苏涨不回头 去黑盈酒虹谈不尽 人间路病 万年幽 时闻仓天 何所已 长生殿内 何百斗 人间路 万年幽 万年幽 千万里 地作西东 观神周 若遂雄霍 浮不起 危危天处 伤环消 小北神在上乃是居宗处, 无边宇宙任逍遥, 上下四方何来归处? 古往今来代得几时? 人于天地何所似? 雪泥红酒都不过一时, 歌词唱到心酸处, 共仓万丈只有心知, 所谓心爱无物心爱无理, 情归何处? 亦只有心知! 既未坐落三千界, 七宝楼台天外天, 自大无边,不可见! 一念之转,在目前, 有华花凡果成分方便, 满山神收落榴莲, 十方风洞同士喜, 清凉法界不厌陈烟, 谁未山上诸神佛? 不在山中在深田? 母便浩祸, 亦有何处? 家陪传, 大少无爱, 那浦端。 谁未戒之, 同归处? 大初無相又一軟 造山幾要緣起 西元2020年10月 以造山幾要為題 書寫五段與山有關的文字 用以爬塑造山系列作品的主要想法 五段文字分別為 盤古、五惡、三山、坤倫與衰微 由太初鴻蒙盤古開天闢地講起 幻想自己神猶太虛 得見盤古死後化身成山河大地 天下初句五惡真凝 東、西、南、北、中 是造化之功亦引無數英雄族陸 多少數人榮壇 山幾是自然景觀 亦則記人民歷史 盤古神人尚且難免一死 凡陳眾生豈能與天地同壽 但古往今來多少求長生者 仍不惜勞師動眾尋找海上線山 最後皆空手而回 真能得道者億萬眾無一 若有神人聖者偶開天眼 原坤倫主軸直探衰微秘境 才知浮華世界 枕比宇宙無變 最後從浩瀚太虛急速回轉 衰微極大 納入戒指毫端 真過了悟大小無外 圓為一體 一圓伏齒 又伏歸鴻蒙 編寫造山幾要 於我猶如一場無外於物 橫月時空之旅 說得完備一點 好象驚靈了一趟 宇宙生成演化 經歷過後 再作造山系列雕塑 大靠別有啟發 世皆多事 無一日安寧 而這是神話想像 与現世無關 至少並不直接相關 既情於此 遼已自如 外面如何分亂 至是身不由己 但心始終要有個歸處 此心歸處 亦不奢望有多少同道 或者正如楊剛在一百歲錦然中所謂 世界是自己的,與他人毫無關係 也就沒有什麼好戒懷了 《造山紀要》五章 原意是可以唱榮 夜蘭人靜,對酒當歌 自拍自和,此生幾何 五章證文令父秘註,以補充相關背景資料 不求今夜有之音,父子流傳,代後人評說 《盤古》 話說太初鴻蒙一片混沌 有神人盤古,祂將天地來昏 陽青為天,陰燭為地 盤古於其間,立地頂天 一為雨下氣成風 聲為雷響,兩目生光 神人終有日垂死去 明謀化作,日月相輝 四肢五體成山岳,熱血流淌化作河村 從此山河大地,萬古長泉 《三國徐整藝文類罪卷一》 引三五幾歷紀 有關盤古死後化身萬物的傳說 其文藝 首生盤古,垂死化身 氣成風雲,聲為雷霆 左眼為日,右眼為月 四肢五體為四極五惡 血液為江河,根脈為地利 肌肉為田土 盤古開天闢地,被尊為神人 但神人仍不免一死 此一死,方能夕有限之身化欲萬物 成就永恆 四肢五體為四極五惡 此有形之驅,亦為山河大地立界 往後幾多風流人物,是非成敗 都離不開這個歷史舞台 五惡 上回說到盤古化身成山惡 東西南北定於中 東惡泰山乃是風蟬地 帝王登鼎,仇名於田 西惡華山中有天下險 南惡恆山亦有洞天 北惡泰衡自古是兵家地 中惡松山進極堪尊 雖知道五惡群山非獨處 由來大地一體相連 故告自命圖添感蓋 星移糾轉,有億萬年 由盤古至五體,四肢與頭,推展至五惡 象徵身體與土地的直接關聯 東、西、南、北、中,與方位界定空間 進而為活在其間者確立自身的存在 五惡各有名號,甚至被賦予不同性格 但從地質構造與地貌形成的角度而言 五惡群山其實亦是一體相連,脈絡相通 由漢子分隔的山岳 推展至延綿的山脈 是空間的擴展 但山脈亦非靜止不動 只因人生短暫,未能察覺 空間的擴展與時間的推移 以而為一 三山 忽聞海上有仙山 逢來方丈共迎周 復若長生終不可置 飄渺虛無海上求 神流出水仙家居處 潮市滾滾波面浮 此王大葉去統江山 百歲千秋仍未久 同男同女三千眾 不得逢來先若不回頭 海客迎周談不盡 人間老病萬年憂 時聞蒼天何所疑 長生殿內哭白頭 五惡在神州大地的歷史時空中 是有跡可尋 三山相對而言更負浪漫神話色彩 三山指那三座山歷來說法不一 較普遍的說法是 蓬來方丈與盈周 三山反映凡人渴求長生不老 得度成仙的期盼 虛無飄渺 亦已患此真 此真支持著者虛患的期盼 畢竟何謂真何謂患 亦難以輪断 昆倫 昆倫磅千萬里 地俗西東灌神州 若水洪霧浮不起 危危天處常雲笑 北臣在上乃是居中處 無邊宇宙任逍遙 上下四方何來歸處 古往今來代得幾時 人於天地何所此 雪泥紅爪不過一時 歌詞唱到心酸處 窮仓萬丈 只有心知 所謂心愛無物心愛無理 情歸何處 亦只有心知 今日地圖上的昆倫山 是西起帕米爾高原東部 橫貫新疆西藏 延伸至青海境內 全長約2500公里的連綿山脈 是否上古神話傳說中的昆倫 尚未可巧 據淮南寺所在 昆倫之憂 或上沛之 是為良風之山 登之而不死 或上沛之 是為原譜 登之乃靈 能使風雨 或上沛之 乃為上天 登之乃臣 是為太帝之居 由昆倫直上太帝之居 登之乃臣 但要登昆倫之憂 又談何容易 守神記卷十三魂 昆倫之虛 其愛絕以藥水之心 又還以炎火之山 若水一入即沉 連紅毛之興都浮不起 炎火之山 一入焚身 登天之路即如死路 登天乃臣不成 回首人生 不過雪泥紅爪 過後又了無蹤影 一切只有心智 一切只有心智 衰微 衰微 衰微坐落三千界 七寶流台天外天 至大無邊不可見 一念之轉 在目前 又說 花繁果成芬芳片 滿山神秀樂流連 十方風動同時起 清涼法界 不炎塵焰 衰微山上諸神佛 不在山中在心田 無邊浩瀚急回轉 大小無礙立毫端 衰微戒子同貴處 太初無上 由一圓 印度教與原始佛教的宇宙觀 都有關於衰微山的記載 是三千大千世界中心 至高至大的一座神山 是諸天神佛的居所 而人類所居的世界 不過微塵般的極小部分 大乘佛教認為一切發空 緣不相愛 所以芥子、芥菜的種子雖少 也能無礙無礙地 容立衰微山 故稱衰微立芥子 有關衰微山的描述 見諸不同佛典 其中喜世恩怨經有在 衰微山王在大海中 下峽上闊 漸漸寬大 端直不曲 大身牢固 皆描述盛 最盛可觀 四寶合成 所謂金銀流離頗離 衰微山上 生種種樹 其樹屈茂出種種香 其香昏遠 遍門駐散 衰微秘境 至大至廣 然而萬般殊盛 又能一下子立於戒指之段 了無痕跡 至大至小 原無分別 由宇宙無邊急速迴轉 一切又復歸原點 有請 多久 祝你 祝你 廢話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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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